冰州水务局团队今日参访环保教育战 希望可以提倡回收循环 体会环保要从自己开始 因为在讲环保这一方面 很多人都在讲 但是真正我们去实行执行去做的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会明白 怎么样子去把东西分裂 不单只是说我们提倡环保 要怎么样子去环保 所以这个需要行动 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的团队的活动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所体会 水是地球的生命之源 没有了水 地球上的人类和动物都无法生存 珍惜水源人人有责 在槟城的推广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尽量地 减少浪费水 因为我们用的是死水 如果我们能够把其他的水 比如说雨水我们用来洗车 或者是我们能够把一些水 我们再去洗碗碟了 或者是那个雨水我们拿去浇花什么 所以这样子的行动中呢 我们在间接的我们就可以省去那个死水的用量 因为死水基本上是我们用来喝 通过环保概念 呼吁大家爱惜物命 珍惜水源 吸水爱水 要从自己开始 其实跟水当然没有直接的联系 不过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做环保或者做回收 最主要的就是吸物爱物 那么回到家或者平时 如果是吸水爱水的话 也是一个环保的动作 我相信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 这是一个好努力 好努力 好努力 其实我们需要更多地方 不仅在 Penang 但在马来西亚 期待人人将环保意识落实在生活中 藏存对大地的疼惜之心 减缓地球暖化的危机 大海新闻 马来西亚冰虫 庄慈林马培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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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